大家好,我是今年考上中国医后中医的陈代伟 那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准备考试的心得 那我主要把它分成四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如果大家有想要特别看的地方 你们就转到那地方去看,没关系 那第一个部分是自我的分析 那你可能在补习之前,大家可以先去思考看看 自己在这个考试当中,自己的优势科目跟弱势的科目在哪里 那你自己了解自己的程度之后 你接下来就可以去分配各科的时间 那就像老师他们一开始说的 你只要了解自己的优劣试之后 在接下来的一年,你会做适当的调配 那不止你在你的优势科目 你需要去把它变成你的强项之外 甚至是你赢别人的一个关键 那弱势的科目的话,你要设定一个时间点 那把它拉到平均的水准之上 那如果有按部就班做好这个步骤的话 基本上一开始就不会感觉好像不踏实 那会让你感觉比较踏实 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每个人的状况都有不同的情况 一开始一定会被补习班可能堆积如山的书吓到 有时候书堆起来可能比你自己还高 那有可能是因为我本人比较矮 但是书真的蛮多的 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很容易,像我一样比较容易紧张的话 如果一开始做好规划的话 后续就会比较踏实 但是最大的原则就是尽量每一颗每天都要去碰到 那就算有一颗你没有时间细读的话 以我本人的方法是我会至少那一颗每天一定要做一些题目 那不要让自己整天都只是在看书 然后可以动动笔去写一些考题 然后顺便让自己心心脑 然后检视一下有没有不懂的地方 那长时间下来 如果你有做到每天每一颗都有碰的话 其实你就不会特别对哪一颗感到陌生 或者是感到恐惧害怕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跟着高原补习班老师他们的进度 然后课前预习,然后课后复习 在课前预习的部分可能要做到的话 每一课都做到不是这么的容易 那我个人是尽量把生物跟化学这两颗能够做到课前预习的部分 那再搭配补习班帮我们安排的模拟考的时间 那我觉得这个模拟考的时间 有一个很好用的地方是 如果你像我一样就是如果没有短期目标 就会觉得好像整天念书下来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然后会觉得有点怀疑自己的 你可以把每一次的模拟考当成是一个短期的目标 那只要你有这个短期的目标的话 你每次去考试的时候都有做到复习考试要考的内容 那或者是跟着进度走的话 其实经过一两次一直到第三次的模拟考 你就会发现自己很不知不觉就快要走完一年 然后就到真正考试的那一天 而且会相对的比较踏实 因为你知道每个时间点自己都有完成自己在做的事情 然后顺便也可以透过模拟的考试去检测自己的读书重点 有没有抓到 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是设立的那个时间点 那这设立的时间点是我是参考李和老师 他前几堂课我记得他有讲到这个东西 但是确切的时间点可能没有那么清楚 但大概就是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是7月到12月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因为你刚开始踏进来这个考试 所以一定会比较茫然 那这个部分我是把它设定成像李和老师说的 就是按部就班跟着老师的进度去走 然后这个部分最重要的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自我分析 如果你有去分析自己的强势科跟弱科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在这一段期间尽量把自己的弱科拉起来 至少你要把它拉到平均的水准 不要让它差其他人太多 这样子的话其实基本盘的部分就能够巩固的还不错 那这是第一个阶段就是7月到12月的部分 那第二个阶段是12月大概在快乐的圣诞节到2月28之间 那这个之间会迎来可能第一个撞墙期 因为这个撞墙期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能客业压力开始越来越大 那心理上压力的调试我觉得也是相对的重要 因为这个期间你不只要复习你之前累积的一些课程 然后新进的进度也一直在进来 那新进的进度一直到后期其实是会越来越难 那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东西有一点多 那又要有模拟条之类的 那这时候所以你自己的刚才前面讲的一些时间的安排 如果你是属于像我一样容易紧张型的 你可以就是做短期计划的安排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法 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2月28号一直到考试前 那2月28号一直到考试前可能大概3月4月的时候 课程大概就会结束 所以3 4月的时候结束的时候 课程如果做完整的结束之后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做大量的考古题跟复习 那这时候的复习就是尽量把考古题练个两三遍 然后把它练成反射动作 那你在应对考场时候才不会就是那么紧张 所以如果要练到反射动作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要计时 最好能够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 能够把一份考古题一颗一份的考古题写完 所以这个部分这个期间 我是把它当成是一个考题的练习期 然后再加上复习 当然你在复习的部分 你可以自己去斟酌你的复习的方向 或是各科的听众 可以按照自己的状况去做调配 那所以这是第二部分设立的时间点 那这时间点我觉得很适合 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一年很长 或者是你觉得你不知道怎么 调试自己的时间的话 我觉得把它分割成这种大的时间方块 是一个还不错的方法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各科的心得 各科的心得的话 其实在国文跟英文的部分 其实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两科 如果你有时候没做好规划 可能一整天下来 你就是这两科完全没有碰到 所以请学弟妹们无论如何 这两科一定要排一个时间去念它 因为这两科其实它的 虽然有人说它的范围很大 但我觉得它相对是在考试当中 可以让你稳定发挥的两科 因为这种语文的东西 其实就算它的题目变化很大 只要你基础达得好 你的观念够清楚的话 基本上都是OK的 所以我自己的方法是准备的前期 我会把它调成跟考试的时间一样 就是早上起来第一科就是念国文 那大概念个两个小时 那下午午休起来第一科也是念英文 就是把它调成跟你的中国一 这个考试时间一样 其实每一间学校大概都是时间差不多的 那在后期你就会发现 对于这两科的熟悉度会越来越好 那你自己就可以再试情况去调整这两科 你要分配的时间 然后国文的部分 简正老师他的上课的节奏跟进度 他都抓得非常的准确 所以可以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吸收跟复习 那上课的时候 老师会去逐步的讲解课文的意思 或者是他的一些连接到的相关的国学常识 那在这部分 我觉得国文的话 其实前面小时上的 就真的是打基础的部分很重要 就是大学国文选跟三十课纲 那你就是尽量把这 老师里面有出现的课文啊 阅读测验把它念熟 甚至说文言文的部分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比较难去掌控 但文言文其实你就是把它念熟之后 试着用自己的 不要看课本上的翻译 那试着用你自己的意思去把它翻译出来 你就可以找出自己的盲点 那对于以后文言文的阅读测验 我觉得也是蛮有帮助的 另外就是搭配老师每周发的练习卷 跟大量的考古题去做题目 在国文这一颗基本盘就可以稳固的还不错 那在课程的后半部分 老师会发一本笔记书的东西 那这个笔记书老师其实是会主张做讲解 那不只是在帮你复习你前面的国学常识 或者是一些课文上有的东西 老师都会一并做复习 那你也可以从老师的复习当中 或者是他另外整理出有系统性的 一些国学常识的表格 去抓出自己的疏漏的地方 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好好的去念 然后好好去运用这本书的话 不会的地方就去查前面的课本也都没关系 那透过这样子的话 其实他的效益就是还蛮好的 在准备国文的时候 初期一定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去熟悉这个语文的东西 因为虽然他是母语 但是他其实很久没有碰到他的话 还是会有生疏感 所以一开始一定会花比较多时间 但是后期就像我前面说的 会越来越上手 那上手了之后 国文这一科其实是可以成为 三间考试当中的一个 蛮好拿分的一个关键点 或者是甚至是最后上榜的关键 那这是国文这一部分 那就是提醒大家 就是每天尽量都要念国文 那英文的话就是张文中老师 那张文中老师上课其实非常有趣 那虽然我是坐在这边边 然后每天又是下午一点多 就要开始上课 但是完全不会让你想要睡觉的感觉 那而且老师对于他的那个 每一间学校他的题目 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让他知道每一间学校的方向在哪里 那记得第一堂课的时候 老师有跟我们说 英文这一科他的单字很重要 所以除了他的分数比重很大之外 单字也是阅读测验跟作文的一个基础 所以以我个人而言 在一开始我讲的自我分析的部分 我就有先写过考古题 那我大概知道自己的单字 这个地方是比较弱的 那在七月到隔年的四月之间 我就是大量的做单字的练习题 或者是背单字 几乎每天都会花一个固定的时间去看他 去背他 如果你有透过这种长时间在背单字 或者是写 甚至你写单字练习题也可以 你会发现到最后 如果你要用二十分钟的时间去写完五十题的单字练习题 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老师他的考卷跟单字练习本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老师会很细心的在后面写上翻译 甚至是他会把觉得重要的片语 或者是单字用初题字标出来 那第一次你在写的时候一定会很挫折 但是大家不要害怕 就是多看几次 我自己是没有另外再把它呈出来做笔记 我就是每次写完之后 可能过了几天就把它拿出来再看 然后连句子一起看 那这样子同时可以复习到句型 然后又可以复习到一些片语 那初题字的部分也就会特别注意 所以最后在单字这个部分 在中国一的考试成绩也是还不错 那就是提醒大家把老师发的考卷 或者单字练习本 尽量把它做个两三次 然后把它做手 顺便训练一下自己的阅读的速度 那文法的部分就像张文中老师说的 就是上课真的是认真听他上课 然后看他表演 然后老师会留一定的时间 让你去抄笔记 那你在抄笔记的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用自己的方法 再去把这个文法想一遍 然后再把它写下来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效果是还不错 然后再配合老师的文法书上下册 基本上文法这个部分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阅册跟作文的部分 我觉得老师在这边很大的特色是 他在教你解题阅册跟写作文的时候 他不只是在帮你复习前面的东西 甚至一些篇章结构啊单字啊一些 英文文学方面的历史 老师也都会一起讲给你听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不要忽略这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他还蛮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在帮你训练之后的考试的一些技巧 然后甚至老师讲的上课的内容 像这次的COVID-19就蛮有蛮有用的 那在中国一他的阅读测验也都有考出来 所以在最后这几堂课 大家可以认真的去听一下老师的精华所在 那剩下的话英文这部分 我觉得就是阅读大量的文章 因为如果你前面有去看过 中国一的考古题的话 其实他的文章是非常长的 可能阅读测验都会有一张半的A字 那这时候你的阅读速度就很重要 所以你在训练自己每天阅读英文文章 你也可以去买你自己喜欢的杂志 像我去买国家地理的杂志 英文版的来看 那你不是说漫无目的地的看 你可以挑自己有兴趣的文章去看 然后尽量训练自己能够在一定的时间 你计时 然后一定的时间之内 你可以看懂这篇文章在说什么 你不用每一个字都看懂 但是至少你要知道他整篇文章的意思 那这个方法我觉得在后面 做阅读测验的考题上 就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那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接下来的话是化学跟生物的部分 那化学跟生物 前面刚刚有讲到课前 我会先做一个预期的部分 那如果你有预期的话 这个预期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你就把它想成是 你就先大概扫过一遍 老师下一堂课要讲什么 那你在那一堂课听的时候 你会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甚至如果你可以先把一些题目 先写好的话 你当下在上课听到老师 讲到你不会 或者是比较不懂的地方 你也会更加的专注的去听 所以这个是生物跟化学前提的部分 那化学的话 理合老师会将普化的每一个重点 他就是把它由浅入深的把它 抄在黑板上的版书 都会抄得很完整 那如果学定妹课堂上可以跟进的话 就课堂上尽量自己亲手去写一遍 或者是你想要先拍下来回家写 然后再想过一遍 都是很好的方法 那就是看大家的习惯不同 那主要就是你亲手写过一遍之后 你去思考老师他写这个版书的逻辑 以及老师写这些版书的内容 那很多的精华跟许多的考古题 甚至是未来的考题 都是藏在老师的笔记当中 所以这个部分就大家可以多注意一下 那另外的话 老师每周上课都会发一张小考的考卷 那这个小考考卷中英文都有 那我自己是都有写 那如果大家觉得OK的话 其实中英文都可以写 那他会训练你的一些解题的方法 然后而且你可以检视看看自己 在上一堂课当中有没有读到重点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可以的话 尽量计时 让自己在30分钟之内 有压力下去写完这个30题 或是20几题的考题 因为你如果透过这样不断的练习 你在考试当下你才不会因为时间压力 然后可能失常或者是觉得好像平常考的都还不错 可是为什么在考试时间下 就会失常的那种感觉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可以计时30分钟 然后老师会在当天的课堂中检讨 那不会的地方也可以去问老师 老师都很乐意帮大家解答 再来我觉得理合老师是一位很实在的老师 那因为他考试经验非常的丰富 而且他会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思考一些事情 那我觉得他教的可能不只是化学 所有的后中的科目的考试技巧 他有时候上课的时候都会跟我们分享 包括时间的分配啊或者是心理的调试 我记得老师那时候第一堂课有提醒过我们说 考后中其实就是在跑一场马拉松啊 你的配速要配好 就是快慢要配好 不然你在后面很容易疲乏 或者是很容易就遇到一些障碍 就像在化学这一科 如果你能跟着老师的角度 脚步好好去复习 然后好好去练习的话 然后搭配老师的考古题 或者是老师发的一些题本 基本上都是可以把握的 那这是化学的部分 再来生物的部分 我觉得生物的它的范围相对的比较广 然后各校它的出体的方向也差异的比较大 但是透过黄标老师的教学跟他的讲义 还有上课的版书 基本上是足够应付的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害怕 就是把老师的他讲的 然后他觉得要背的东西背好 然后准备好 那学习上我觉得大家如果在一开始 我很幸运的时候 我很幸运一点是我在乱翻的时候 翻到老师课本的第一册 它有一个小小的一段叫做上榜这样读 我觉得这个地方它就是翻转了我以前学生物 或者是学任何一课的方法 它有点像是现在在讲的那种反转式的教学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觉得有兴趣的话 可以先去把课本第一册的上榜这样读 把它稍微看一下 那你也可以用它的方法 或搭配一下自己的状况去做一些调整 那黄标老师他除了系统完整 跟条理分明的笔记之外 他的讲义是彩图的 然后他彩图的下面会附上一些 可能中英文的注解 他会让我们在记忆一些东西上更加的容易 那大家可以去看那些注解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考题就是藏在那些注解当中 另外老师还会实时去更新各版的中英文的内容 那就是做一个加深加广的作用 我觉得这也是老师很大的特色 那课前预期的地方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会先把每一个章节每一个小节 老师后面都会有一些各校的一些考古题 那就是先去把它写过一次 那你大概知道这个章节 你是不是熟悉度的程度大概在哪里 或是你的问题你的盲点在哪里 那隔天去上课的时候呢 你就听到他的地方你就会更加的专注 而且你的印象会更加的深刻 那在课后复习的部分 我觉得老师的笔记基本上他的逻辑很好 而且写的很完整 那我会搭配这个笔记先把重点找出来 就像黄彪老师说的 他帮你已经帮你把重点抓出来了 所以你就先把那些重点基本盘 一定要先把它把握住 然后再搭配讲义去做一个自己 有输入的地方自己把它填进去 这样你的笔记就会很完整 这样你的最后你的这个生物的基础地基 大概就建好了 就是老师的讲义 然后笔记的部分 最后的部分 你可以再配合老师的夺标题库跟考古题 那考古题你在写的时候 第一次写跟第二次写 有差别的部分 是第一次写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比较不懂 但第二次写的时候 你会觉得熟悉度渐渐增高 然后透过那些题目不懂的地方 你再去把它延伸出去 那整个范围就会变得很完整 也就是说 你这个反复做了两三遍之后 你是真的是可以用题目 用答案去推回去 题目到底在考什么 然后就变成一个反射的动作 那你其实就是做到老师讲的反复的练习 然后一定要用理解的方式 那不要去死背它 如果有不懂的部分的话 其实都可以跟老师讨论 那黄彪老师是一个很乐意跟学生讨论 然后愿意倾听学生的一些想法 所以你也可以把你的想法跟老师讲 那他就帮你找出你的盲点 好 那最后就是结论的部分 那结论的部分 我是想跟各位学弟妹说 其实踏入后终这个考试 本身就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那路途一定是不轻松 然后压力一定会有 但是大家就想开一点 因为不管怎么样 一开始我一定心理上的调试 也会觉得压力很大 但是你想最后一年之后的结果 不管是怎么样 你以后未来的人生道路上的压力 绝对只有越来越大 不会越来越小 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 既然如果决定了 大家就用心的去做好这件事情 然后每天充实认真的去过自己的每一天 那如果你真的累到 念到累了或烦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可以一天 找个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做一下运动啊 流流汗 或者是跟家人聊聊天 或是采一余清一下 都是释放压力的好方法 那最后的话 尤其是考试 你这个考试时间拉得很长 尤其是在最后的五月到六月 是一个考试季嘛 那中国它是最早考的 大概在五月中旬就会考 那一直要到一首可能六月底 大概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如果你不把自己的心情 调整好的话 在这段时间 其实是很难熬过去的 所以这时候耐力 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这就是平常需要训练的 然后提醒一下 各位学弟们 因为厚重它是一个独招的考试 所以它可能每一间学校 它想要采取的方向 都不太一样 如果你在考第一间的时候 可能有的地方有疏忽 那不要让它去影响到你第二间 或第三间的考试的心情 或者是心态 因为在这种独招的考试 差异比较大的情况之下 那你同一个科目你要差个二三十分 是有可能的 所以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可以考上的希望 那这边是跟学弟妹提点一下 让学弟妹做参考 最后的话就是感谢家人的支持 让我能够没有后顾之忧来参加这样的考试 以及补习班的照顾跟教导 既然各位学弟妹有勇气 将自己的人生 把它添入后中考试的这个过程 那就祝各位学弟妹能够足梦踏实 然后实现梦想 那以上就是我的简短的心得分享 谢谢大家